无论多严重的血管堵塞 只要你注意了以下四点 血管都会一天比一天的畅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众所周知啊 心血管不通是心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而心血管通与不通 往往是体内气血不通引起来的 气呢是血之帅 气形则血形 所以气的运行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气血为什么不通呢 从临床角度去总结啊 这往往和脾胃有关系 因为脾胃呢是后天之本 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 想要气血源源不断的去流通在身体里边 就要调理好脾胃 那平时呢就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要认真的吃饭 定时定量的吃饭 不能总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 或者胡吃海塞 这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如果你平时爱吃硬一点的饭 那么现在就要把饭煮的软一点 平时吃饭的时候要慢一点 细嚼慢咽 让食物在口腔内充分的咀嚼 避免肠胃负担太重 出现肠胃病 第三调整饮食结构 早餐呢要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和微生素的食物 为工作了一晚上的肠胃提供充足的营养 而午餐呢要荤素搭配 保证营养的均衡 可以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高蛋白的高微生素的食物 比如乔麦啊高粱啊鱼虾蛋类新鲜的蔬菜 补充多种营养物质 晚餐呢就不要大鱼大肉了 吃一些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 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第四就是通过中医药的调理 这里包括着中药的药物 也包括着药食同源的药膳来调理脾胃 中医时候呢将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 强调的是五脏要协调作用 调脾胃的同时可以帮助你改善了 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将脾胃调理好了以后啊 它的运化功能加强了 气血生化的能力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不然你吃了再多的补品 再好的补药脾胃运化不了 它反而形成了弹湿 慢慢的弹湿反而淤堵了你身体 阻碍了气血的运行 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当然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是健康养生科普知识 如果你的血管堵塞的问题啊 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 一定要及时就医 而不是自己去胡乱的吃药 或者拿保健品当药吃 血管堵百病生 一招教你打通全身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遍布着全身 血液的流动 维持着各脏器器官组织的正常功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的弹性逐渐会下降 血管的硬化 血管内皮的损伤 增加了血管堵塞的风险 也会导致心梗脑梗 突发事件的发生几率 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 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呢 首先啊当下肢的血管堵塞的时候 是因为下肢离着心脏比较远 这些脂质就更容易在血管内沉积成堵塞 引起了下肢的无力麻木疼痛这些症状 第二呢当颈动脉这些地方出现堵塞的时候 由于颈动脉会连击着大脑 一旦堵塞了就有可能引起脑梗 多项研究表明 50%到75%的缺血性的脑中风 都是因为颈动脉堵塞造成的 第三啊当冠状动脉出现堵塞 心脏的供血就会受到限制 容易诱发心肌切血 关心病心肝这些现象 所以各位 如果你曾经有下肢无力麻木冷痛 或者是头晕眼前发黑 或者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 这都说明你的身体里边 已经出现了堵塞的情况 先不要着急 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 中医认为多数都是血淤而引起来的 一般的说呢 是可以通过活血化淤的方法 来缓解和改善症状 今天呢教大家一招 无论你是哪个部位出现了堵塞 它都可以帮你疏通血管 它不像手术刀 去了这儿就不去那儿 而中药的治疗 它是全身型的 这个就是出自 伊林改错的血腐术鱼塘 药店可以买到 如果你还查出了是脑供血不足 脑梗这些问题 那病情比较复杂的话 就要进一步的去辩证论治 才能更好的恢复健康 血管堵塞一定要做支架吗 认真听我来说一说 最近呢很多粉丝朋友留言 或者就诊的时候就问 是不是狭窄超过了70% 就一定要装支架 可以看得出啊 这些朋友呢肯定是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担心 而且呢自己也做了功课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血管堵塞到底要不要来装支架 放支架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呢根据国内的专业指南 对于非急性期的心肌梗死 血管堵塞 一般说狭窄90%以上 才植入支架 50%到90%的这个血管堵塞 是否需要安装支架 取决于其他的因素 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 不是说你做一个体检发现血管堵了70% 就马上下支架 针对着狭窄的程度低于50%的 对血流的供应影响不大的话 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小板的凝聚 把症状控制住 针对着狭窄的程度 在50和90之间的需要分析血管堵塞的部位 血管的粗细程度 斑块的大小和性质 来决定是不是需要下支架 比如说直径小于2.25毫米的血管 影响的范围相对的比较小 狭窄超过了70% 也没有必要下支架 只有血管直径粗的时候才考虑下支架 最后呢对于狭窄程度超过90%了 属于是中毒的狭窄 这个时候呢对远端器官的供需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指南上规定啊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介入的治疗 所以说是不是放支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不是所有的血管中重度的狭窄 都要进行介入治疗 这样呢就更突出了中医辩证论治的观点 而且血管堵塞的原因呢有很多 如果你不解决它的根本原因 只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即使是放了指甲仍然要解决根本问题 就是要把血淤的原因给清除了 不然的话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血管再次会堵塞 血管堵塞别再折腾 记住这几句话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现在这个血管堵塞是常见病了 又是多发病 逐渐趋于年轻化 要是血管狭窄 就会出现心前驱的不适症状 典型的病症就是关心病啊心梗 要是脑血管出现了疾病就会脑梗 出现头晕目旋 事物不清 半身不随 语言不利 这么严重的情况 下肢如果血管堵塞了 会出现下肢的发凉 还疼 麻木 这些问题都不能忽视啊 需要认真的对待 但是这些问题呢 又都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突然出现的 血管堵塞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发现自己有血管堵塞的问题 不要慌张 不仅因为它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 还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如果你觉得中医慢 还有帮你疏通血管的西药 那快啊 也可以活血化鱼 但得病不是一时半会儿得的 去病如抽丝 真是快速的达标了 今儿吃了样 棉儿就变了 那你身体也适应不了 最后 自从科普以来 受到很多粉丝朋友的喜爱 也帮助了很多患者 恢复了健康 看到大家跟我反馈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身体越来越健康 我也是由衷的高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做了支架 血管还是狭窄 今天教你三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支架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只是一个急救手段 而并非治疗手段 而且呢 术后还要预防再狭窄 一定要记住下面这三招啊 尤其是第三招非常重要 第一呢 要控制好饮食 中西都认为 血管狭窄和日常生活饮食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少油少盐 养成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 当然这里边说的清淡呢 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合理 可不能不够营养 那样你血中好的成分 也不会增长起来 第二是支架术后一年 都是复发的高峰期 做好复查 能够帮助你降低再次狭窄的风险 尤其是要注意低密度质蛋白的数 至少要控制在1.8毫米升以下 第三招 凡是术后的患者 即使没有胸闷胸痛 心慌气短这些问题 当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 就更甭提了 除了生活起居管理 必须采用中药条理 能够更清晰 更准确的改善这些症状 预防再次的读 中医是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 辩证之后 对症采取温阳散寒 活血化瘀 宽胸散结 硬气养阴 这些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的 血管狭窄如何自我修复 做好以下两点非常关键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狭窄呢 往往和我们的日常习惯 脱不了干系的 比如像抽烟 喝酒 长期的熬夜 运动量又少 特别爱吃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食物 这些都是造成血管堵塞的重要原因 那要想恢复呢 就要改变这些患习惯 所以第一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 第二呢 需要我们慢慢的提高自身的消化能力和代谢能力 这样才能慢慢的降低血中 血脂的浓度啊 把血管的狭窄控制好 具体该怎么做呢 根据血管狭窄的程度 有不同的分级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小于50%的狭窄 而且是硬斑块的话 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而控制住的 比如说你戒烟酒了 一直饮食了 规律的运动了 就可以把这些控制住 如果是软斑块 或者是混合性的斑块 或者你的狭窄程度 已经大于了50% 这时候就需要药物的介入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瘀血的症状了 尽快的用活血化育的药来干预 会早日恢复这正常的值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控制好三高 把体重还要降到正常水平 学会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学会释放压力 最后要提醒大家 血管的狭窄 它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 但是它是提示着你身体里边的脏腹功能下降了 代谢的能力变弱了 说明你身体的内环境出了问题了 这个时候用中医药的调理 分辨出你到底是哪一个脏腹功能受损伤了 比如你干预气质了 还是阴阳不调了 还是脾虚吃困了 及时的调整 这样才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感谢观看